一个诡异石盘会让触碰的人忍不住玩游戏 但只要玩家对它说谎超过两次 就会遭到恐怖的惩罚 然后在面对石盘提出的三个犀利问题时 男人犹豫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球连我是琼哥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新部奇幻电影《满大图》 故事的男主和女主是一对已经年纪四十年夫妻 他们有三个孩子 大儿子如欧、二女儿丽姐以及小女儿背地影 如晚上一样早上男主和孩子们 又跟打仗一样荒满地从家里出发去上班上学 而身为家庭主妇的女主只能负责帮她们打下手 没从她们离开 可是今天当女主看到家人们 对哥哥充满上车后 她的脸上流露出失落的表情 而她之所以会这么失落 可不仅仅是因为看到家里瞬间变得空淡淡 更是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 可老公和孩子们却没有一个人记得对她说生日快乐 为了转换心情 女主出门做了一个美美的造型 结果也因此耽误了小女儿放学的时间 回到家后 快递员便送上一堆包裹 女主牵收完后便直接上楼泡澡了 都没有注意到其中 有份看上去像石盘一样的东西 是哥哥马克寄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这么多年以来 哥哥都生活在西西兰附近的一个偏远小岛上 和女主的联系也很少 但作为哥哥还是记得自己妹妹的生日 并算准时间在生日当天 为女主送上礼物 小女儿看着发光的大石盘感觉非常心情 她甚至以为那是什么奇怪的动物 而同一时间 女主正在给自己梳妆打扮 因为心中仍有气血的她 还以为丈夫回来后会带领孩子们 一起为自己准备生日精神 然后正当她踩着高跟鞋下落后 一切美好的幻想就像泡沫一样 全都破灭了 餐桌上什么都没有 孩子们坐在电视机前各忙各的事 丈夫也不知道在书房里面忙着什么 全家上下根本没有一个人在于她的生日 甚至可能没有一个人记得今天是她的生日 女主再次失落了 可丈夫也一直瞒着打电话 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不对劲 晚上一家人决定外出解决晚餐 奇怪的是两辆车竟然全部被锁死了 天色也变得不对劲 正当男主准备用石头砸碎车窗的时候 天上忽然就下起了大暴雨 耐不住老天主子一家人只好放弃出行 在返回家庄时大儿子才看到了家里日历上的标准 知道了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而全家人也在这时候才缓了 开始纷纷向她道歉 机灵的小女儿也在这时候 才把那个大石盘作为生日礼物拿到了女主的面前 就这样一家人开始围住在桌子前 研究这个石盘的游戏玩法 一开始大家觉得这就是个普通的游戏 但当大儿子开始扔木条的时候 眼前的木让大伙都惊呆了 石盘上的棋子就让自己动了起来 而且当棋子走完相应的步骤后 石盘中间就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一个影像 把全家人都看呆了 这难道是什么高科技玩意 然后大儿子困住着里面的人影抓到了一只云 接着轮到了二女儿任务条 这次石盘给他安排的任务是弹钢琴 二女儿也很快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可轮到男主的时候 家里的电路突然就跳砸了 想着石盘给出了任务 就是要让自己修复电路 男主独自来到了地下室 结果在打开电箱的时候 还是被小女儿藏在里面的网友给吓到了 气氛开始变得越发紧张的起来 很快游戏顺序轮到了女主这边 这次石盘给他抛车的任务是回答三个真心话 第一个问题中 石盘问到女主的第一只宠物叫什么 女主很快的就回答了叫宝贝 紧接着石盘又问到女主喜欢宝贝吗 他也很快的回答道是的 但到了第三个问题的时候 石盘突然问到女主今天偷东西了吗 很显然这个问题一出来就把女主给怎么了 然后就在他回答没有后 石盘再也没有回应了 是的女主说谎了 而这个有魔力的石盘也相当一个测缓音 一旦玩家没有如实回答 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馈 尴尬的是女主来到洗手间 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说到自己放下的错 原来他今天确实不小心把一瓶饮料 从超市里面带了出来 但因为害怕尴尬 所以他最后还是没有回到超市访黄那瓶饮料 然后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秘密竟然被石盘给发现了 这下没脸面对孩子们的女主 只能让丈夫帮自己换忙结束游戏 安排孩子们回屋睡觉 男主给小女儿讲完睡前故事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女儿突然对他很担心的说到 明天家里会有个人将死去 然后想着童颜无尽的男主并没有太在意 他只是一边安抚着小女儿的情绪 一边告诉他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离开了 第二天找男主和孩子们 又如晚餐一样准备出门上班上学 狼耳鬼的是大门竟然打不开了 不仅如此 就连家里的窗户也突然全部被封闭了起来 家中瞬间陷入到一片黑暗 桌上的石盘再次亮了起来 看上去就像是示意他们要继续游戏一样 与此同时 女主的哥哥那边也来了一个客人想要借走石盘游戏 但哥哥告诉客人自己把石盘寄去了大城市后 客人立马脸色大变 原来这个石盘的游戏规则设定就是 如果玩家对游戏里面的提问说谎 第一次是可以原谅的 但第二次就会受到下一个惩罚 等到了第三次还说谎的话必死无疑 而哥哥也在听完客人这一方话后 才迟到把这个石盘游戏寄给妹妹施进错误的决定 很有可能会把他们一家子都带入到危险的境地 于是连蛮起身收拾行李 准备出发弥补自己的过错 路上哥哥一直拨打男主的电话 试图阻止他们开启这个石盘游戏 然后这时候男主的电话却竟打不通了 现在一家只能围住在桌子前 准备再次投入到石盘游戏中 在接下来的游戏中 由于大儿子一连说了两个话 所以一家就被石盘安排到一个天井里 他们也能站在一个小平台上 只能通过语言交流互相配合 找到天井里面的机关 而这些都是由大儿子来负责指挥的 为了能够逃出天井一家人 畅畅畅畅的走过一层又一层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害怕又紧张 因为只要一个没注意 他们就会掉进滚碳的废水中 好在这次的配合还算默契 一家人显之又显的逃过了一切 但游戏仍然继续 这一次被石盘提问的人是男主 同样石盘也先后问了男主三个问题 你爱你的妻子吗 你爱你的孩子吗 以及最小的孩子是不是你真心想要的 在面对前两个问题的时候 男主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结果到了第三个问题的时候 他虽然犹豫了一下 但最后也让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于是一瞬间 主人再次被石盘转移到了前面刚逃离的天井 和上次的处境不同的是 这次男主被麻绳倒掉走 而知道自己并不是爸爸真心想要的小孩后 小女儿的内心非常受伤 他甚至都没有动力再和大家一起相互配合了 好在有个个的不断劝说才让小女儿还过神来 而这次他们笑作的则是像人员泰山一样 抓住神只当到彼此的平台上 就像男主后再来带着小女儿一起沿着石阶逃脱 虽然这次大伙还是成功的逃脱的天井 但是经过两次危险后 大伙子的心态明显被刺激到了 他乱起了锤子 想把这个石盘给砸得稀巴烂 但谁知道这个石盘竟然自己会逃跑 搞得大伙子每次锤头都落空了 好好的一张桌子直接被砸得稀巴烂 不过也是经历了这次的危险后 男主终于明白了游戏的具体规则 他们也知道了不能说谎的这个设定 这下决心要闯关成功的一家人 也变得更加紧密起来 他们就像拧在一起的麻省 精力又团结 接下来的游戏也都进行了十分顺利 弹钢琴学动作处理浴室漏学的问题 全都通关后 真心化又一次降临了 接着被提问的人依旧是男主 只不过这次石盘当众提出的问题更加虚立了 他先是问到男主喜欢吃什么鱼 然后又问他去年在外面是否有外遇 最后竟然还问到他是否有过谋杀的计划 这一连串的问题把男主问得既尴尬又不知所措 但为了不让加拿门因为自己在陷入到危险境地 他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有过谋杀的计划 这个诚实的回答虽然通过了石盘的考验 但却让在座的加拿门都十分震惊 顶不住大家的轮方询问 男主只好全盘拖出 告诉大家自己曾经有过要谋杀掉自己数学老师的计划 而大只在听完爸爸的话后 也承认自己曾经有杀掉老师的想法 好家伙真的不愧是父子俩 看到这里我只想说 德国的老师可真的不好当啊 夜幕降临 哥哥也终于下到飞机 正一路飞驰赶来 却不料车子在一片鸟不拉手的地方帮忙了 于是一刻也不敢耽搁的他 只能立马下车继续向女主的家方向奔去 而这边石盘终于向小女孩提忘了 但因为小女孩说谎 导致一家只能再次被安排来到的天井 而前两次不同的是 这次想要逃出天井 需要小女孩进入到一个黑暗的洞穴 打开里面的开关按钮 不过说实话 这个场景就算换一个大人也不一定敢进去 可以看得出小女孩的胆子也是非常的大 虽然确实因为小女孩说谎 才让大家陷入到这个危险境地 但最后为了成功开启机关 她也牺牲了自己最心爱的娃娃 对于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 最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回到家后 石盘游戏问了二女儿三个问题 她也全部如实回答了 但是这让男主和女主非常的诧异 他们往往没有想到 自己的宝贝女儿将也做过一些 让自己意想不到的事 正当他们准备生路追究的时候 女主的哥哥终于到了 奇怪的是 他进来的时候 屋内根本没有被守住 而且还自动为他打开 而哥哥看到大家围在桌前 进行石盘游戏后 也算是做得下来 在得知这家人进去上次天井后 他更是震惊不已 因为在以往的记录里面 没有人能够活着出来两次 影片的最后 哥哥也加入了游戏当中 最后在家人的团结下 也终于结束了这个恐怖的石盘游戏 本来哥哥还在为自己 给女主送去石盘游戏而制作 但看到他们夫妻俩紧握双手 以及三个小孩 紧紧环抱在一起的模样后 心中的自责感居然也消退了许多 而且最后他也帮助小牛找到了那个在天井中牺牲的真会玩玩 只是电影的结尾 女孩为何偷偷的留下了石板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故事整体比较简单 类似勇敢者的游戏 就是没有那么恐怖罢了 如果对人性的考验和绝望之感 能够更加深入点就更好了 但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的情况 你会说谎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